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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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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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add,通常我们是用gmail的啦,这个mail.com也没有东西的啦,你也是可以,就不用多卖,你要yahoo.com也是可以,你自己的,你就写一个名字咯,OK? saleh,saleh,还这样啊,add gmail.com就好了啦,因为我们最常用的是gmail啦,还是你写你真正的email也是可以,so to save from,就是你啊,subject,我跟你讲啊, subject是题目来的,好像一个email,我给你看我的email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到subject啊,等一下啊,我要暂停share一下,暂停record 所以你不用全部大字母还是什么,不用的,你就关于你要给他做什么,比如说你要邀请他来holiday的时候跟你去玩,是吗?invitation 啊,to什麼啊?d selfie show 啊,你去玩tok 不太长 During school holidays 也不用想要长 你就一个意思 他没有给你手太多分数在这边的 你不用管他 不要有错误就好了 这里不要有错误 然后呢 嗨你的朋友 from 谁 这个不要画乌龟 你签的名要看得出是你的名字 这是我们考试的standard 很简短的 这个是80个字一下子就写完了 I would love to 他给他意见 你也可以 不是只是跟着题目 好像他讲给他一点advice 他应该要join什么 课外活动 上次我们讲的这个 我觉得你应该join这个 为什么啊 你可以讲其他东西 你可以有一点创意力的 ok 然后接下来part 2 就是长一点点 一百应该是百二个字败了 来说换了 好 跟着他咯 你看可以写 嗯 可以可以可以超过 啊 这个是可以超过很多 啊 啊 长篇做人可以超过很多 把这个短的哦 你不需要超过太多了 可是看老师的咧 有的老师好像前面班啊 老师讲我最少要你一百个字 有这样的 我有看过这样的老师 哦 这一个 所以如果是 呃老师没有这样的要求 About part 10啊 我觉得如果是你写英文写得出的 你不要写到六十个字啊 有点少了 你写七十五到九十个字之间 我觉得是刚刚好 哦 好办呢 ok 啊 所以这个part不用太夸张的 尽量的不要有错误就ok了 part 2你可以尽量的发挥 ok 那是作文的啦 part 2啊 这样罢了 啊 好啦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诶 刚才齁 这个read the mail我抬的时候抬错 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你的part ok 最近老师给我们做email 需要写到一百二十个字啊 啊 就是你的老师要你写一百二十个字咯 有可能的啊 啊 他是讲about八十可是你的老师要你写 写比较多咯 哈哈 那边写一百二十了咯 哦 那边直接是写要一百二啦 ok 可能那可能 对 你就跟着他啦 这样的话 你跟着题目要的要求哦 哦 所以有可能Ethan 你们也是出email咯 ok啊 好 接着 啊 这里我们也来看一点点啊 反正 呃 其实这个字哦 他们跟我讲是有派了的 在上一次只是我没有做 下一次我们在做啦 这样的话 ok 啊 那我们看一看啊 好 这个是一个note 我们当它是email也是可以的啦 他讲 Hi Gatik I will be going to the bookshop tomorrow 这是刚才那些来的啊 ok 你可以写东西啊 他讲哦 我会去bookshop啊明天 My mother said I could buy a storybook should I get an adventure fantasy or mystery novel 我应该要买什么书他讲 我应该要买adventure的书啦 冒险的书 还是梦幻的啦 还是mystery叫什么呢 旋逸的小说 神秘啊 很旋逸的案件的那张小说 哪一个好咧 Your suggestion is much appreciated 啊 我希望你给我意见啦 我感谢你给我的意见 Thanks 阿润 所以可能如果他是email 啊一样啦 那你就email他讲 ok 我们看一下他讲 I am glad you plan to buy a storybook at the bookshop 你不用直接进入重点的 给一点 就creative一点 好像你真的跟你朋友email 真的跟你朋友讲话这样 好像message这样啦 我知道你没有email吧 你好像message这样 所以你要买书了啊 很好啊 I think the best type of work you could get is an adventure storybook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adventure啦 I suggest you get that type of book because you like to go on adventures 我建议你买adventure书 是因为哦 你就是很喜欢adventures啊 哦 你很喜欢冒险啊 an adventure book I can recommend for you is treasure island 哇这个还懂什么书 maybe你可以自己 自己 讲讲 设计出来 不要紧的 哦 你可以讲哦 我建议你的一个书叫什么书 给他一个title也是可以啦 然后你可以 maybe 讲一讲 如果是太少了的话 讲一讲 这个书是什么 讲关于什么事情的 there is never a dull moment in the book dough就是很无聊啦 他讲这个书呢 一点都不 就是没有无聊的时间了 ok I am sure you would like this book 你一定会很喜欢啊 all the best in choosing a book so当然你结束的时候 你还要祝女朋友哦 all the best啊 还是我们下次见啊 还是怎样嘛 一个小小的一个结尾这样啦 ok ok 接着啊 profession 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这一篇啊 要放了的 不要玩比了啊 前面的 the profession you would like to do 你喜欢做的职业啊 啊 尾伦你要做什么 加仙呢 啊 什么的youtuber 啊 ok啊 youtuber什么的youtuber 啊 什么的youtuber 什么的youtuber 要有一个新的吗 不是 做美美的youtuber 帅的youtuber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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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是吗 还应该可以 那应该可以走 颜值路线 颜值路线 还是什么路线 我 我 是啦 youtuber也是一个profession啊 现在我们讲什么profession啊 真的 你看你可以写啊 我觉得很好 因为 也因为他是很 你懂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哈 youtuber是一个 是一种影响的 一种你可以提到 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可以写 我觉得OK OK 你要学 很多东西可以写 这样的话其实 在电视频 现在电话可以做了 是要学 人家是有专业的 确实 为什么你选这个专业 为什么你选这个专业 会需要大学文凭 需要大学文凭吗 需要读很久吗 还读多久啊 what kind of places will you be able to work at 我可以 work from 打 game a YouTuber 可能是 what will you need to do as part of the job so as part of the job 你需要做什么 刚才你们讲的东西 editing 那些 OK 这一个他讲了 I would like to be a journalist in the future 你看你的纸 我想要做一个记者 写东西的记者 journalist 其实我不懂他华语 是不是叫记者 记者 因为记者和华语 好像有很多种 记者可以是reporter 这种 这个journalist 表示写东西 他叫 新闻从业员 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他不是只是 在电视前面 report 就不只是这样 他是去找新闻 他写东西 等等的 所以新闻从业员 这是journalist 新闻从业员 记者也是啊 其实确实是 我们叫记者 OK I would I want to be a journalist because I find this profession interesting 我觉得很interesting 很有趣 I also enjoy writing 我也很喜欢 写东西 OK 写话一诗一下 加钱 To be a journalist I may need to get a degree in journalism OK 我就是要 在journalism这个领域呢 journalism就是 什么 新闻的领域啦 就得到一个 degree degree就是学士啊 大学文评啊 a journalism course 这个课程呢 can last up to three to four years 他是三到四年 I can study for this degree at a local university 本地大学也可以啊 or go overseas 或者是国外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for me to study locally 我觉得 我地学比较好 as I will be able to stay close to my family 这样的话 可以给我家人住 比较靠近 OK As a journalist I could work at a news press 可以在 叫什么 在媒体 公司工作 or magazine publishing company 或者是 magazine 那个叫什么 杂志的公司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journalism OK so journalism 有很多种 有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就是去选 去查案的 news journalism 新闻的 feature writing 就是他们去找 有 这个叫什么啊 有重点新闻 有什么特别的人物 他们去写 关于这件事情 这个人物 这样的feature OK as well as writing for 什么东西 colons 写 专栏 and writing reviews 我想这样 专栏 或者是写 review review 这一个 最直接的 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review 这个东西 这个信好不好 是吧 叫什么 评论 写评论 做评论员 I am most interested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我最有兴趣的 就是 去查案的 去调查的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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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articular subject 关于某一些 事件 人物 or event although it will be challenging 虽然是很有挑战性 Challenging 有挑战 如果很难 我们每次讲 Tough 很 difficult 我们也可以讲 很 challenging OK And at times 有时呢 Dangerous 很危险 I am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我愿意去冒这个险 有挑战性 OK 会比较准确 有挑战性 会 有可能的 所以他讲 at times 会很 dangerous 你可以讲 你很喜欢 不要全部都讲 I like I like 很有动力的 你讲 很passionate 他很喜欢的 我们讲 很passionate 他每人都在想 这个东西罢了 I am passionate about information 我对资讯 是很喜欢的 And helping to inform the public way 我也想要 就是通知大众 关于这些 news stories OK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become a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I will work very hard to achieve my dream OK 我会很努力 达到我的梦想的 这样 简单的一个结尾 OK 百二个字 很容易到的 百五个字 这样 我觉得长篇作文 你配try 百五个字 OK 大家 我们今天到这里 先 下场课见 OK Bye Everybody